据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豪资5000亿的南水北调工程 最近被大陆媒体爆出,采用火车拉水这种创新的方式来实现丹江水资源的北运 报道称,这样不仅更加经济高效,而且能够迅速缓解北方地区的用水压力 有网友质疑,南水北调靠火车运,为什么不修管道? 看中国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旅居德国著名环保生态学水利工程学专家王威洛博士 王博士您好,据大陆媒体称,对于地形复杂,管道建设难度大的地区 火车能够穿越山川河流,将水资源运送到目的地,而火车运输的成本相对较低 您怎么看这种解释? 南水北调,它是从丹江河水库运到内蒙耳朵市区 他一上来就讲丹江河水库是亚洲的第一大人工淡水湖 就要问了,你有很多标准呢,你得先定一下你怎么平定的 那你是按水库的面积,说它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湖 你还是说从水库的库容来平定 还是你是从这个水库的平均一年的来水量来断定 就像在中国一样的说,我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经济老二 那我就从GDP定义的,不是比人均GDP 是比我们所有中国这么多人的GDP和你们比,我世界老二 这个丹江河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湖 我们不知道它比的是什么 可以说它和它隔壁的那个不太远的三峡水库比 它都比三峡水库要小 它都说不了它是中国的第一大人工湖 它从水库面积上来说,它是1023平方公里 那么三峡的水库的面积是1088平方公里 所以呢,三峡水库的这个水库面积呢 要比丹江口水库大 丹江口水库的这个总能蓄水的库容是290.5亿立方米 那么三峡水库的总库容是393亿立方米 要比它大出100亿立方米 丹江口水库这些年来 它的平均每年的入库的水量是394.8亿立方米 而三峡水库的每年的入库的水量是4000多亿立方米 是它的十倍 中国的一些官方的记者呢 他们做功课做的都很不好 他就听到一个什么 他就是说什么 丹江口水库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 这个命题是什么时候存在的呢 丹江口水库就是设计完了以后 在1958年要开始建设的时候 1958年的时候 你可以说设计中的丹江口水库是亚洲的第一大人工湖水库 那时候三峡水库还是在韵养之中还没有 丹江口水库呢 它是1952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就开始准备建的 主要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规划设计的 它是从1958年的9月1号正式开始建设 那么它也是当时有个专门的苏联专家组呢 在那驻地帮助建设丹江口水库的 主要的建设的是由林一山领导的当时的长江流域办公室 后来的长江水利委员会 或者说前面的长江水利委员会 后来的长江流域办公室领导建设 那要说起这个丹江口水库的这个建设呢 那是中国水库建设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个历程 也是最典型的一个历程 中国水库建设的历史上总结出来这么一个规律 就是说水库工程建设完工时总的费用 是当时规划建设的四倍 这个倍数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就要讲个故事 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这个主任林一山 他是在周恩来的面前拍了胸脯的 就是说你给我这么多钱 1958年9月1号开工 我给你1962年建完 工程开工没多久 也就一年多 林一山和周恩来说没钱了 钱花完了 工程干不下去了 那么他要求周恩来追加投资 周恩来说追加投资要多少 他说追加原来的那个数 这样就翻一翻吗 周恩来就问他 那么我们要是下马的话 就说我们这个工程不干了 就算前面算白干了 我不干了 善后要多少钱 林一山对周恩来说 那善后也得这么多钱 为什么呢 有的移民已经搬出去了 你要把移民再搬回来 周恩来想了想 他说你干完还要这么多钱 你什么也不干还得这么多钱 那就干吧 再给你加一倍的钱 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以后 林一山又和周恩来说了 说没钱了 钱花完了 周恩来还是问他同样的问题 你要干完要多少钱 他说要干完就是前面已经花了多少钱 后面还得花多少钱 就如果说前面第一个是个X的话 那加上了一个X就是两个X了 这次要周恩来再加两个X 加在一起就四个X 那周恩来又想 那要是我们不干的话 我们还是下马 上后要多少呢 下马的话也要两个X 这样周恩来就说 那就继续干吧 所以单江口工程是用了四个X的钱 而且实际上是没有把工程干完 因为当初苏联专家设计的 大坝的坝高是175米 和三峡工程的那个正常蓄水位 是一样高的175米 他最后花了四个一个时间的 这个大坝是162米 到后来林一山他钱还是花没了 他还是不够了 他不敢再问周恩来去要了 如果再问周恩来要的话 他知道这个时候周恩来会翻脸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坝高给降了13米 先吵吵地把这个工程 在1968年的时候 给他完工了 规模的比以前小了很多 单江口水库是一个工程质量特别差 1962年当时质量检查组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混凝土胶 胶住里面什么架空裂缝 几千条几度 而且都是结构性的裂缝 那么到了建成了以后 这些裂缝这些缺陷都还在 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就没有去水 去到162米高的大坝所允许的范围 只能一直都没敢去上去 到了2002年的时候 江泽民就借着北京要办奥运会的油头 就说要保证北京奥运会的供水问题 所以就把南水北调的工程就推上马了 这个单江口水库就暂时的先作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 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供水 那么按照计划 它是应该每年供130亿立方米的水 但是它把这个工程分作两个阶段 一个叫一期工程一个叫二期工程 一期工程每年是供95亿立方米 这个工程到2014年的12月份完工了 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 就向北京天津河南郑州供水 那么差不多到今年9年多的时间 一共供了600多亿立方米的水 这么计算下来 就是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它只完成了它供水目标的70% 南水北调的这个中线和东线工程 它的一期工程一共花了5000亿人民币 以前的中国人不懂利息这种计算 那这一次在房地产的这个借贷的过程中 它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利息的利息 是一种很厉害的一个工具 能够使中国的很多中产阶级 或者是买房子的人破产的 你还了这么多的利息 但是你还欠了这么多的债 那都是利息 中国的这个南水北调工程和山下工程 按照中国政府当时说要求的利息的话 它现在连利息都没还清楚 不要说本了 它是个赔本的买卖 赔得很厉害 我们现在就说它这个用火车运水 说得很好听 它说如果每天它有一趟火车运煤运过来 然后它用这趟火车 空车回去的时候装水回去 每天能给内蒙古地区 供上2150吨的水 它说这些水能够满足107.5万人的 一天的饮水的需求 其实它这里引去了一个东西 它是按每人每天的饮水 只有两个litter 就是两升的需求 就是两瓶矿泉水 两瓶矿泉水 按照现在世界卫生组的要求 就是你每天需要喝水 喝两升水 这还不包括你做饭做菜的这个水 也不是这个生活用水 按照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生活用水的需求 到2022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水资源公报里面说 中国的人均生活用水 是176升每人每天 如果按照每人每天176升水的话 就是说它每天用火车运过去的 2150吨的这个水呢 可以供1.2万人用 如果按照2022年 中国人均的城乡居民的用水 标准呢 每天每人125升 这开回式的一趟列车呢 它可以供1.7万人用 所以呢 它解决不了大问题的 南水北调的这个工程 它的输水量 它是以每秒400立方米 速度向北方输水的 就是说它每年的这个输水量 按照它的规划要求是130亿吨 而我们用火车运的水呢 它只有2000多吨的水 所以他们中间的这个叉叉的态度 不是解决这个用水需求的办法 就忽悠 大家看到了 从2024年以来 中国各地的城市的政府 大幅度的提高了 中国居民的天然气的费用 和饮用水的费用 中国的饮用水和天然气 包括中国的电费 都是由国企垄断的 中国的老百姓又离不开 供水供气供电 我想告诉就是中国的听众 在西方社会里 它的供水供电和供气 不是垄断 它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每一个居民 它可以选择谁是供气的这一方 谁是供电的这一方 谁是供水的这一方 比如说我们拿供电来说 欧洲市场上有一百多家企业 它是供电 欧洲的法律规定 电网必须对所有的供电者开放 我住在这里 我选的是A 作为我的供电者 我家的邻居 他可能就选的是B 在旁边的那家邻居 就可能选择的是C 他是可以选择供电者的 他不是像中国一样 一个城市只有一个供电者 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只有一个供电者 前面讲到了丹江口水库 我这里要顺便的讲一下 它建库以后造成了一次最大的一次的水灾 这就是1983年的安康的这个水灾 尽管这个安康的城市 在丹江口水库的上游100公里 但是就是由于这个丹江口水库的存在 拥高了这个水位 再加上安康与丹江口水库之间的 有一段它是一个很狭窄的河谷地段 在洪水期间就是上游冲下来的这个石头 把这一段这个水位给堵高了 形成一个就是水下的沿塞坝 而上游的这个水又下来 安康上游的又有一个水库顶不住了 它看似泄后 就导致了安康这么大一个城市 在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里头 它的水位就上升了9米 就是说它这个安康这一个城市 在一个小时里面三楼以下的所有的房屋都被淹没了 这也就解释了中国2024年 为什么在广东广西安徽福建 有这么多的地区爆发了 突然水位上涨4米6米9米的这种情况 就是全家满门被淹死的残去 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 你不但要注意你上游的那个水库 有没有开闸泄洪 你还要注意到你下游的这个水库 它有没有顶高你所在地区的这个洪水位 如果下游的水库顶高了你的这个洪水位 那你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在上游水库 泄洪的时候产生一个很高的水淹存湿的现象 比如说像这次的这个桂林市 它的水位就达到了所谓的 它说的1988年以来的最高水位 它受了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上游的水库 无预警的泄洪和下游的水库 它的存在拥高了下游 本来应该快速下泄的水位 而使得你的这个流水不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看一下1983年 汉江上陕西安康被淹的这个情况 大家就可以了解今年产生这么大的洪灾的原因 黄万里教授专门为这件事故呢 他做出了一个解释 这样呢就能了解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 中国政府最近的这几年来 特别是2023年2022年这些年 每年在水利方面的投资都超过了一万亿 如果拿这个水利投资的一万多亿 可以解决中国人的这个免费医疗的问题 而我们这一万多亿的这个水利投资 投下去对减缓中国的水涝灾害都没有什么贡献 他拿不出什么成绩来 证明就是说中国通过了这么万亿元的这个投资 我们的这个防御和涝灾害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他拿不出这样的十字来 他们这些钱一个是做了无用的工 一个是其实是增加了这个生态环境的 在那还有一大部分就进了官员自己的腰包里头 因为这个防洪防汗设施的这个检验 他是做了还是没做 他做下去是有效益的还是没效益 你根本没办法检验的 有一大部分的销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